我们新加坡这个观音堂开光了 发起充满 在这里呢 师父呢 祝愿全世界的各地的观音堂和佛友们 能够在佛光图照下幸福的成长 然后呢 发起充满 也是感谢观世心菩萨慈悲 让我们拥有佛的教诲 在人间 人成及佛成 因为呢 观音堂开光了之际呢 什么叫开光呢 实际上师父要告诉大家 实际上开光呢 从宗教意义上来讲的 就是用一种我们说菩萨 赋予我们的一种 特殊的一种能量 来 驻足在菩萨的慈像里和发起当中 也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圣品 圣品是什么的 就是神圣的这个佛像 神圣的佛像 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讲呢 就是清净我们的内心 所以当一个人说我开光的时候 实际上你不是替菩萨开光 而是让自己心中的佛光能够开启 开启之后呢 就会在你的心中产生内在的智慧 而用这种智慧呢 在佛像和你要开光的吉祥物当中呢 能够常住 住住在里面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种很多的开光物品呢 在没有开光之前呢 就像云云众生一样 它没有一种灵气 没有一种光芒 因为它们受到人间的污染一样 而不能激发真正的 这个物品和佛像的这个能量体 所以呢 开光就是用我们修行人的心 和菩萨的心呢 佛心呢 相应 所以开光实际上 开的是自己心中的佛 和你所拜的佛像的佛呢 心心相应 与宇宙中的佛的强大的能量呢 相合 所以呢 在自身的修行力 愿力啊 还有自己的这种 这个起愿力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愿力 很重要 起愿力 就是我要做什么 诸佛菩萨呢 再加上龙天护法的这个加持 所以呢 当低调 我们 开光物品中的 自信的 成构 这句话意思呢 就是说 当你啊 接受开光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要开悟了 你用这种悟性 可以把你心中的 很多的尘埃啊 当低 就是洗低 洗干净 就不让自己的 菩萨的相和菩萨的法器呢 能够沾染上 人间的污染之气 实际上呢 让开光 即将物呢 拥有 原来 它就 本身的 内含的能量 所以你去看好了 开光 事故给 这个 法器和 佛像 开光的时候 实际上 是一种 能量体的 交流和交换 所以让 自己心中的 内存的 能量体呢 能够 和菩萨的 佛光的能量体 融合在一起 实际上 这个价值是 无量无边的 所以人家说 这个不是说 用人间的 一些价值 物可以来 来弥补的 完全是一种 新的 能量的 交换 和交流 所以从另外角度呢 其实就是把 宇宙 无边无量的 能量的注入到 神像当中去 然后呢 神像呢 也具有 无边无量的 能力 实际上呢 就是把 菩萨的 光和佛光呢 注入到 佛像和 法器当中 这样的话呢 你磕头的时候呢 会和 佛 心心 相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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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